我突然发现 我对面 就这一块 就是传说中的卢克索神庙 但是我觉得这个驴螺河 还是没有保护得很好 看上去有点浅 边上有很多服务 看下面都是垃圾 但是这条看上去 有点浅并不宽的河岛当中 靠着好多好多船 跨河岸一路上 都有人在招呼你 但是大家一定要 到正规的码头乘坐 不要搭你那些小贩 跟你说15磅啊20磅 因为他们还会二次飞翘 有的人甚至说五磅就可以坐小游船过去 其实不是的 然后就是我身后的这个小游船 但是应该坐这种大的这个轮渡过去 当地人呢只要一磅 然后游客室五磅 让我去跨尼罗河 找一个位置 找一个前面的位置 跨尼罗河了 尼罗河东岸就是 陆克索什么样 西岸就是帝王国 刚刚船长给我打了招呼我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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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这里已经工作了七十年了 哈喽 哈喽 谢谢 这边的埃及的人其实 城府的人还是很多的 只是有些伤害大家片别而已 这里就是陆克索神庙了 我现在正在河上看着它呢 我现在坐着他们的客轮 从西岸来到了东岸 刚刚遇到了那位老船长 他现在 现在带着他的小孙子一起开船呢 在我身后就是大名鼎鼎的 陆克索神庙了 晚上呢会有灯光秀 跟白天更不一样 其实不懂埃及历史的人 可能来看这种神庙啊 博物馆都会觉得是一些 土黄色的柱子 并不会有任何感觉 或者说找一个好的角度 开开车就算了 它其实代表着黎罗和延望 埃及文明的一个发言的历史 它曾经也一度是跟我们华夏文明相匹配的 这是我的船 这是我在船上认识的一直给我介绍 这是他的船 这是我的船 你明白中国吗 是的 我原来以为卢克索神庙会生人无尽的那种感觉 没想到就在卢克索这个城市的市中心 半开放的形式 周边都是这种比较矮的铁大栏 就抬头一看 就觉得很距离的就在身后 所以做什么样子 终于找到这家 在ORANGE的运营商了 再次充值的话 10个G是105磅 20个G是175磅 70块钱左右 20个G还挺便宜的 走死我了 我感觉我穿了整个卢克索的住城区 因为它这边卧达风水多 但是ORANGE就这一家 太好了 又游网了 照顾